今天的新闻要先来关心到 宜兰市南管市场昨晚发生火警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却也烧出了电力线路老旧的问题 为此宜兰市长江从渊今天早上 特别前往现场勘查 除了要求要尽速查明原因之外 也只是市场管理所要求厂商 在一星期内完成重新配线等相关工作 恢复市场的正常运作 依然是南管市场昨晚9点多发生火警 消防局据报后马上派出大批人力 和消防车减网救援 火势在一个小时之内扑灭 过程中传出一顿有人员受困 但经消防人员逐程检视后 并没有发现相关人员也没有造成伤亡 这边因为警报器发育最大的光量 在南管市场因为是传统市场 我们的警报器有比规定的更严格 所以我们有加增非常多警报器 可以在你火警的第一时间来做欢迎 让我们来通报 另外你南管的二楼就是昌族区 以前都有很多流浪汉 无家者在这里霸占 霸占是将近最多到二十多名 也造成一些洗手卫浴系统或许多的窃層 的脏乱 也像是有时的开放空间 市场的地方 要求这些流浪汉霸占 也造成抵安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去年7月采取强制的手段 都予以驱离安置 包括很多外官室的外兄弟 我们也请他们的这个社会主 把他带到回去 今天早上市长江冲渊特别 前往火灾现场勘察 除了只是成立灾后护原小组 来慰问受灾场伤外 同时也要求尽速完成火场 鉴定程序 硬提盘点盼修散 以及建物结构鉴定等等相关工作 赶快来恢复市场正常运作 我们今天也略修进行灾后的一个相关原因的鉴定 我们的枪箱也都已经待命 要在一星期里 把这些相关中心配線 或者说一些要处理的处行 可以来完成 恢复市场的正常运作 你现在市场的部分 我们除了这个宿舍会独立局部的受限以外 其他我们都同样围持正常的 这个大家不管是采港 还是市场生理的这种犯罪买买买 另外施工所也会定期举办防灾演练 并宣导相关安全资讯 到时候请店家全力配合 来维持救灾动线的顺畅 宿舍新闻记者 来福星采访报道